7月23号下午因为施工单位违规操作 违规施工 导致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体育馆的屋顶发生整体的坍塌 正在馆内训练的学校的女子排球队 学生和教练们 遭遇了灭地之灾 飞来的横祸导致十名花季的孩子 和一个女教练不幸遇难 一时举国震惊 新美歌是一个父亲 我从来不忍看这样的新闻 我从来不忍说 这类的事件 因为都事关孩子了 那么四天过去了 四天来围绕着这起事件 发生了很多事 又让我不能不在此时和大家聊上几句 那么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 是负责救治的各大医院 和事故发生的现场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进驻的 是警察 是一队又一队的 警察 他们不是来救援的 他们也不是来救治的 他们 是来维护秩序 他们是来防止 学生家长们 冲动 闹事 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或者说我们还听到了什么 就是在事故发生后 六个小时之内 没有任何的官方人员通知家长 这个官方人员包括 事发的这个学校 包括当地政府 包括正在救治和抢救的医院 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 救治的现场 除了警察 就是学生的家长 相互对峙 家长们想见孩子 警察们阻止 黑洋长省的省委书记 以前深圳的市长许勤 和黑洋长省省长 好像是个女省长 说第一时间都做出了反应 并且 好像去了七七孩 而事发的 五六个小时之内 当地政府 几乎没见到任何一个 本地官员 听说某医院 只去了一个 人大的 区人大 事发在 齐西哈尔市的龙沙区 说只到场了一个龙沙区的人大的一个人 也没见他 在现场有过任何的 座位 我还看到了什么呢 学生家长们 要看学生的 自己孩子的遗体 确认 孩子的身份 先呢 是被百般的阻挠 后来 好像是昨天 齐西哈尔市 出台了一个办法 就是家长如果想 看自己孩子的遗容 必须首先 要签订 一纸文件 就是一个承诺书 这个承诺书的内容就是 保证 在事后 不闹事 不上访 签了这个字 签了这个承诺书 就让你看 孩子的这个遗容 不签这个字 就不让你看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还看到了 当地的民众 在三十四中学的这个门口 摆上了无数的 鲜花 给孩子们送去了 北方孩子们都爱吃的 那个黄桃罐头 我们还看到了三十四中学的门前 那撕心裂肺的 失去了女儿的 妈妈 爸爸 这是 围绕着这一起B剧 我们从七千二 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还看到了 在网上 不知是有意 还是无意而为之的 吴亦凡 又有消息了 吴亦凡 二审开庭了 二十三号下午 七千二 三十四中学出事 二十五号 吴亦凡 二审就 开庭了 我们不知道 吴亦凡 开庭的这条消息 和七千二 这起悲剧 善后的处理 或者信息传播 之间有什么联系 但是呢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 看到吴亦凡 和社会问题 之间的关系 2022年的六月 唐山大人事件 发生的第二天 举国震怒的当口 吴亦凡 一审开庭 2022年的11月份 封控中的乌鲁木齐 一场大火 同样震惊了全国 也是这场大火 发生的第二天 吴亦凡 一审判决了 然后就是 23号 七七哈尔发生悲剧 第二天 第三天 25号 吴亦凡 就二审开庭 吴亦凡 是来救产的吗 吴亦凡 是又一次 来救产的吗 有人说 吴亦凡 不仅是来救 七哈尔的 吴亦凡 还是来救 秦刚的 还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 无论哪种说法 大家不得不承认 这次 吴亦凡的 出场 这力度 跟前两次 可是没分比 吴亦凡 吴亦凡的消息 救不了秦刚 也救不了 七七哈尔 吴亦凡的消息 更救不了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 悲剧 频发的 中国 有人 有好事者 有好事者 做了梳理 从2022年 到现在 我们的国家 那 J2013的一出 出的惨剧 2022年的1月6号 西安 一名孕妇 因为新冠阳性 被拒绝入院 导致八个月的胎儿流产 2月 这是1月6号 2022年1月27号 江苏徐州封县 铁链女事件 曝光 2022年的3月21号 东方航空 5735号航班 在广西乌州 坠坏 鸡山132名 乘客和机组人员 全部遇难 有人怀疑 事故的原因 可能是飞机驾驶员 对公司不满 采取的 自主的自杀行为 2022年的4月1号 上海因为疫情封城 2400多万人 被困于家中 不得外出 在被封禁的 两个月时间里面 爆出了 多起政府 及相关人员 鱼肉百姓 售卖高价生活用品的事件 许多政府的 群带关系的人员 借通行 特权 横行 敛财 并有多位被困而无法就医的市民 因此而轻生 整个上海封城期间 可以说是悲剧连连 同样是2022年的4月1号 安徽灵壁县渝沟中学 一个初二的学生在寝室被多名高中生围殴致死 2022年的4月29号 长沙一栋八层高的居民自建房发生倒塌 造成53人死亡 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读的大学生 2022年的10月14号 江西上饶 不是千山县 这个字 我说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还献查了 志远中学15岁的高一学生胡新宇 在校园离奇失恋 经过数千人 数千人刺 历经106天的搜寻 告无果 结果最后于2023年的1月28号 在一个凉库的围墙边上 神奇的被发现 尸体吊挂于鞋带之上 2022年的11月22号 因为疫情封锁与工资 没有按时按约发放等等原因 郑州富士康工人发生暴动 与警察发生激烈的对抗 2022年的11月24号 乌鲁木齐 一个小区高层住宅 住宅发生火灾 造成数十人伤亡 而造成他们伤亡的直接的原因 是因为疫情封锁 居民无法逃生 2023年的1月11号 广州天河发生一起 汽车蓄域的壮人事件 造成35人伤亡 2023年的1月19号 温州平阳一男性村民 持刀杀死六人 原因是因为存在了土地纠纷 这个村民长期上访 上访了十年期间被政府 地方政府以精神秘武为由 长期关押拘禁 数年 最后铤而走险 横刀相向 2023年的3月19号 到3月23号 天津市连续五天发生 七起学生轻生事件 中学生 小学生 2023年的4月2号 重庆江北区观音桥街道 渐心息怒 发生恶意吃刀杀人事件 46岁的一个男子 手持菜刀上街 在路上狂 一路一路的狂砍 上级四名路人 2023年4月4号 张家界 天文山风景区下午 发生游客集体跳崖时间 四名游客因生活无望 相约跳崖 跳崖前 四人都服了剧毒的 农药 还是什么 毒药 2023年的4月19号 青岛 山东科医大学青岛校区的北门外 人行道 下午五点 发生故意吃刀杀人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六人受伤 2023年的5月1号 因为村内土地及资金分配的纠纷 山西 定天县的 某某村的一个村民 吃刀江村长等三名家人 杀死后 逃亡 2023年的5月10号 因双方子女间的纠纷 济南 一个中学的老师 杀害了党支部书记一家三口后 自杀 2023年的5月11号 辽宁丹东 一个村 发生吃刀杀人案件 造成了11人死亡 两人受伤 犯罪嫌疑人 系村里 村里的普通的村民 被杀的都是村长和他的亲戚 此时因为土地纠纷 产生矛盾而起 2023年的5月18号 四川南冲 发生砍人事件 一名21岁的男子 手持两把杀猪刀 一路乱砍 造成八人受伤 2023年的5月23号 武汉 洪桥小学 岳湖校区 发生车祸 造成 移民学生 被老师 所驾车辆碾压后 伤重不治 6月2号 因为不开网报 等等原因 小学生的母亲 从自家的24层楼上 坠落神亡 2023年的6月1号 江西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在学校餐厅 吃出了一个 刑似老鼠头的 有历史义务 最后校方的解释说 这是丫头 后来因为名分难平 江西政府被迫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事件 最终鉴定义务 确实是老鼠头 这是VG百科 2022年中国大陆大事件 或者2023年中国大陆大事件 你们记载的内容 那么 大家数一数 我方才跟大家 提到的 这就是21起事件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现在 我想有些 网管部门 可能实在是恨无一凡 太少 但是 就是这样的 很多非天灾 而是人祸的 这些个悲剧和惨剧 接二连三的发生 这是一个 十个 百个 吴亦凡 所能解救得了的吗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 一时的 救下一两个官员 可以一时的维护一下政府的形象 但是 他们能 让那些个刀下之鬼 让那些个悲剧惨剧中 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 甚至包括很多孩子们 重新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 七七哈尔三十四中的 女排的孩子们 和那个 一起遇难的教练 安心 希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